哲伦司机最近把他的国安首长跟检察总长都给开除掉了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 大家看到 就是现在乌俄战争其实真的还在持续当中 从2月24号他们开战以来 那时候我都还在当主播当记者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开战 到现在都还在持续进行中 但是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 大家还记得2月底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觉得好奇怪 为什么乌克兰南部就被轻易的被俄罗斯占领了呢 就轻易的被俄罗斯占领了大片的土地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现在抓出来了 现在泽伦司机抓出来了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分别是谁呢 首先我们看到这一位 这一位其实是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局长 巴卡诺夫 另外这一位是乌克兰的总检察长维涅迪克托瓦 现在怀疑这两个人是通敌 而且在这个过程之中 从2月24号到现在截至7月17号为止 现在竟然已经有651起的刑事诉讼 涉及了他们两个人相关的这些官员 是涉及了叛国或者是通敌合作 这些行为已经危害到了国家安全基础 甚至影响到了领导统议 看到这一件事情 大家有没有觉得说 其实跟我们的国家 我们现在的台湾 所面临的处境也非常的像 因为其实像我们台湾 也是面临到很多假讯息 分化 带风向 种种的危机这样子的攻击 而且其实我们议员选举也是这样子 面对战争最恐怖的敌人 不管是什么样的战争 面对战争最恐怖的敌人 真的永远都是自己人 刚才我们这个晃哥他也有提到 我们这个在我们自己内部 就已经有很多的敌人了 那面对这些敌人呢 现在甚至又有这个带风向的情况了 甚至欧洲国家 西方国家 都觉得说战事拖这么久 从2月24号拖到现在 拖了这么久都已经出现了 这个道德的危机 这样怎么说道德疲倦 就是觉得说战事都拖了那么久 那不然我们就让一下俄罗斯好了 就让给他了 也不管说到是俄罗斯先发动的情侣 明明就是他这个不对 那没有想到现在 竟然还有这样的声浪 觉得说那就算了啦 没关系啦 其实这种的风向 这种的声音 也经常出现在我们台湾的舆论当中 这是非常要注意的 尤其是跟这件事情 也可以看得出台湾的处境 因为我们跟中国两岸的这个局势 一直都是这个竞争 或者是说这个紧张的关系 是非常的持久 越久 他会不会也是同样的战术 就是拖得越久 就让他感觉到这个道德的 疲倦的问题 但是呢 其实呢 西方国家还是持续的 在支持的乌克兰 我们就要看到 美国众议院 已经通过了训练预算 为什么要通过这个训练预算 因为你们知道吗 现在乌克兰 乌克兰过去 他们现在的所有的 这个军事设备 很多都还是沿用 苏联时期的这个战机 包括了像是我们的 苏凯系列的战机 米格系列的战机 但是呢 这些乌克兰的飞行员 这些乌克兰的军官 他们其实都是 过去都是用这些 苏联制的这个军机 现在美国的众议院 已经批准了1亿美元 折合新台币 大约是29.9亿的资金 要用在哪里呢 用在培训乌克兰的飞行员 来学习驾驶美国的军机 未来这个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 接下来美军 他会持续的 不管是美军 或者是西方的国家 都会持续的 让这些技术 还有这些训练 在乌克兰的战事上面 来持续的帮助乌克兰 的确美军的训练 因为你要开飞机 不是说我给你一辆车 他就可以马上去开的 好